南華對好義通這場比賽大頭場是進行的 穿在紅衣白褲的南華,全黃的就是好義通 現在看看吳勤立走過來右路,想出這個球 最終這個球出不了 當日入場的觀眾有九千多人 現在看到南華的Carson一個球給了挪威之 挪威之推順了鵝眉月頂,又一球曲聚彈地入網 好,這個球可能是好義通的守門 陳慶榮的視線被自己的守衛遮住 看不到球的來勢 到法國的時候,這個球已經曲聚彈地了 落慢了多少,就讓羅偉智 在這個時候,首先替南華打開 看看,彈地曲聚彈地,處邊入網 這個球也射得很刁鑽 南華首先打開紀錄 吳勤立,右路中的球斬過來 陳慶榮碰不到,這個球好像流過來這邊 由鄧志明,大腳解圍 解圍出來,賭歌的趙仲文 趙仲文去界,打南華金界 轉圍打很容易通 趙仲文一到直線,會變羅家貴 羅家貴一去的時候,看到卡神 是過來捧捧他 這個球其實是大家鬥拿球 卡神無疑,放了一個位,撞掉了 但是球證給了紅牌,原因是 卡神較早之前已經有一張黃牌 累積了兩張黃牌 卡神被紅牌趕出場 南華20人應戰 一個攻勢馬斯瑞 過蠻尖腳,把那個球解圍 接著德士貝利 一個高球掛到李布倫 似乎有越位之嫌 楊出場逆出慢了多少 被李布倫標前,頭錘頂入空門 1比1 好義通馬上追成停手 好義通的擁擠相當厲害 看看這個球 老將的德士貝利,一個過頭球 好,球證又說沒有預位 一彈地,梁卓掌就出慢了多少 李布倫頭獎 慢慢是彈地入空 1比1,好義通追成停手 1比1的戰果 相信很多勇南等都有點意外 因為賽前大家認為 好義通的實力是一段距離 趙祖宗文還有一次機會 不過可惜這個球吸力了 如果不是這個球被他起了腳 又危險了 這個球今次到羅偉智 看球證的反應了 踢跌他的就是邱和勤 球證又拔了一張紅牌出來 成為這場球的第二張紅牌 這些球是否應該給到紅牌呢 我相信就等各位觀眾去分析 從球例各方面 上半場就一比一打成平手 賽事一場下半場 看看這邊就是五群了 帶到中間上起腳 起不到之後又被人借一腳 這次借他的就是鄧志明 這個情況之下 球證又拔了一張紅牌出來 令到這場賽事出現第三張紅牌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球是鄧志明在後面掃腳的 教練各方面當然是不滿意的 好, 南華的攻勢 馬歇路助攻一彈一彈 彈過來右手邊 這個球出得漂亮就有了 中間第一個漏漏得很漂亮 五群立及時接應 標上去用左腳掃了這個球 二比一 南華就是領先了 劉德華也是封南華一場 那場球也是很早來看球了 看看這個入球 第一個一漏 第二個五群立就是掃入 結果這場球南華贏二比一 三分天旅行 得到